自1946年开始,香港就有了评选香港小姐,这之后每年评选一届。 但进入新千年后,港姐的颜值是一届不如一届, 港姐评选甚至一度被网友抄为丑女集中营。 不过,9月12日,2021年香港小姐总决赛落下帷幕。 讲道理,疫情之后的这一届香港小姐选美大赛,TVB办得还是很给力的。 舞台以古文明建筑艺术做主题,并配合AR技术呈现凤凰的姿态, 除了有金光灿烂的天使之城,还有各种美轮美奂的宫殿,让观看的观众十分享受。 除此之外,这届港姐评选决赛也称得上星光熠熠, 进入出评的香港小姐候选人共有28位, 而香港小姐的评选标准与西方选美不同,注重智慧与美貌并存。 所以,在这28位嘉丽中,我们可以看到颜值并不符合东方审美的选手。 不过,香港一直以包容著称,所以这也无可厚非。 历解香港评选的定装照都是很好看的, 具体决赛中颜值如何,还要看镜头下的选手们。 这28位嘉丽中,入围决赛的共有12位, 她们各个生得漂亮灵动,每个人的气质和特点却又不同。 这12位女孩分别是 为了配合舞台, 12位姑娘都有一个古代女战士的造型,该造型狂野俊美, 获得网友无数好评。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嘻嘻力,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2021年香港小姐总决赛中比较亮眼的选手。 4号新二代官风鑫 香港小姐作为全香港地区关注度最高的选美比赛, 关注度自然不少,参加的也有不少新二代。 4号官风鑫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父亲是我们熟悉的关里杰。 关风鑫现年26岁,知性优雅, 仪态大方,被关里杰教育得很好。 她在国外硕士毕业, 职业是一位英语老师。 关里杰坦言自己女儿参赛, 自己最早并不知情, 是她朋友让她参加选美的, 同时也直言自己不会为了女儿走后门。 虽然最后决赛阶段, 关风鑫被淘汰, 但能进入12强, 说明她有一定实力, 希望这位新二代以后心徒璀璨。 13号女博士王家慧 王家慧今年26岁, 身高170公分, 是本届港姐中比较高的一位。 虽然看上去并不上镜, 但十分耐看, 尤其是她自己晒出的丝照中, 若隐若现的马甲线, 修长的身材圈足了粉丝。 王家慧可不是普通人, 有媒体扒出她父亲是大陆的家具大王, 在全国有超过400家门店, 因为父亲为人处事低调, 所以王家慧并不被大家知道。 实际上王家慧的家境殷实, 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培养, 每年的港姐评选中, 无法学霸, 王家慧也是其中一枚。 她曾以5A的高分成绩, 考入英国伦敦大学, 修读心理学系, 每年的成绩都在专业里排前十。 回国后, 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工读法学博士, 她平时也喜欢健身, 是考到执照的健身教练, 精通普拉提, 泰拳, 潜水, 空中瑜伽, 她确实是个宝藏女孩。 18号, 性感火辣莫运喜。 莫运喜走的是纯欧美风, 她性感火辣, 在众多白皙皮肤的港姐中脱颖而出。 这个风格来源于对户外运动的爱好, 莫运喜很喜欢爬山, 打排球, 极限运动等, 她做户外运动从不防晒, 运动美黑两不悟, 所以才有了这样小麦色的健康肤色。 因为喜爱运动, 莫运喜的身材也很好, 可以hold住各种风格的衣服。 她曾开过健身房, 为了比赛, 还对自己进行了两个月的魔鬼训练, 能进入12强, 是莫运喜实力的体现。 12号, 名模, 叶静怡。 叶静怡是全场笑容最甜的港姐, 没有之一。 作为模特的叶静怡, 身材性感高挑, 在圈内很出名。 有很多家企业找她做内衣模特和宣传, 作为模特, 她很注重身材管理, 尤其在运动和饮食上。 都说美女是天生的, 但港姐中的多数美女都是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她们有的是学霸, 有的很自律, 学习, 运动, 节食, 一课也不放松提升自己, 这或许才是港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本届港姐评选的前三甲和最上镜小姐吧。 2021香港小姐的三甲选手, 分别是冠军8号宋婉颖, 亚军15号梁凯琴, 季军14号少初, 最上镜小姐则由10号杨培林夺得。 先从最上镜小姐杨培林说起, 杨培林现年仅19岁, 虽然看起来十分娇小, 但她身高也有170公分, 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风险管理。 杨培林从小就有跳芭蕾的梦想, 但因为错过最佳学习时期, 而无法成为专业芭蕾演员。 不过, 她从未放弃, 通过努力, 练成了今天的好身材。 杨培林笑起来也很甜美, 网友齐呼, 有初恋的感觉。 虽然她没有现在流行的网红脸, 脸不够尖, 眼睛也不大, 但她是那种典型的气质型东方美女, 拿到最上镜, 实至名归。 友谊小姐继君, 14号少初, 少初在不经意间打破了一个魔咒, 港姐友谊小姐, 不入前三甲。 她能包揽友谊小姐和继君, 让观众都很意外。 现年27岁的少初, 在选美前并不被看好, 因为她年龄太大, 已经27岁, 是港姐的天花板年龄了。 所以, 初看少初, 你看到的反而是经过岁月的典雅之幸。 少初并非纯中国血统, 她是中月混血儿, 单凭颜值可能无法让她夺得继君, 但少初很有才, 在问答环节中表现十分出众。 除此之外, 少初还极具绘画天赋, 她的作品以女性为主, 之前在英国曾办过画展, 少初听说张学友是嘉宾, 还高兴地跳了起来。 虽然在这个舞台上, 她是年龄最大的那一波, 和私下里也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而已。 亚军, 15号, 梁凯晴。 梁凯晴的亚军可谓实至名归, 她本身也是本季的夺冠热门, 因其容貌酷似杨采尼, 而被称为翻版杨采尼。 在TVB发起的由观众网上投选的 竟猜谁是冠军的游戏中, 梁凯晴就力压陈胜渝和关锋心, 进入榜单前三。 别看梁凯晴长相交好, 她本身也是美女学霸。 梁凯晴所读的本科是英国萨里大学酒店管理专业, 这所大学的该专业排名世界前八, 研究生则在香港大学攻读市场管理。 因为参加港姐竞选, 她放弃了读博的机会, 忽然又会是一个博士港姐。 而事实也证明, 梁凯晴的选择没有错, 港姐亚军的头衔对于一个博士学历来说, 或许在当下更值得, 之后有机会, 她肯定还会进入学校继续深造。 而从Yins看, 梁凯晴还是个狂热的旅行者, 足迹遍布美欧大陆。 虽然粉丝不多, 但这次港姐评选, 或许为她以后的事业积攒不少人气, 希望她以后的路顺风顺水。 冠军8号宋婉颖 宋婉颖今年22岁, 是一个中仆混血儿。 她是今年香港小姐前三中年龄最小的, 本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 在校期间拿下生物化学和人类生物学双学位, 又是一枚学霸。 其实, 宋婉颖嫁有祖传选美的传统, 她的母亲文宝雪是1990年澳门小姐亚军得主。 因为对事业的执念, 文宝雪从小就培养女儿这方面的爱好。 在母亲的培养下, 宋婉颖精通芭蕾, 中国舞, 爵士舞, hiphop, 拉丁舞, 宴会舞, 古典舞等多种舞蹈。 为了成功入选港姐, 宋婉颖疯狂减肥16斤, 因此报, 一天光才艺就要练习16个小时, 回家只吃白水煮肉。 想要获得美誉, 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除此之外, 因为妈妈的缘故, 宋婉颖从选美以来, 也一直有做各种营销宣传活动。 她们家在港圈人脉很广, 很多老牌港星都是她的朋友。 这次, 宋婉颖的目标似乎很明确, 就是冠军, 然后进军娱乐圈。 不出这么多努力, 似乎路已经铺好, 后面怎么走, 还要看宋婉颖自己了。 翻看港姐评选的流程, 稀稀利感觉, 港姐评选不只看身材颜值, 学识, 内涵和综合实力, 是一项很重要的评选标准。 这样的标准, 大家都是认同的。 毕竟, 无论对于演员还是模特, 脸只是一方面而已, 不能只注重外在的颜值, 而忽略内在的修养。 最后, 对于2021届香港小姐,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原因是我们下期再见。